发生在20世纪的战争可谓风云轨决 而德国的活跃 无论是第一次事业大战还是二战中 都有目共睹 德国人超乎寻常的军功技术 是德国军队屡次开创战争的新纪元 这些技术中 步伐超乎寻常的灵感 超越时空的世界 它们是一场横跨半个世纪的战争 狂热背景下的德国群像 象征了军国主义 法西斯主义对强大军力的渴望 以及武器研发的极端执念 由于大量武器图屎被德军焚毁 以及年代久远 以及各参战国记载的罗生门效应 使这些纳粹军人 以及他们的德式装备 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事实和虚构开始混淆 一些超乎常识的武器 甚至被认为是德国人 接触地外文明的证据 战后许多UFO目击事件 被认为是纳粹飞碟 仍在活动的证据 上世纪的德军武器究竟什么样 他们如何在战争中发挥作用 又为什么看上去非比寻常 1918年3月23日7时20分 一声巨响突然在法国巴黎 塞纳河畔响起 伴随着滚滚浓烟 从睡梦中惊醒的巴黎市民 四处逃散 之后每隔15分钟 就有爆炸声在巴黎城内响起 一直持续到下午 法国的电台广播称遭到飞行员轰炸 可巴黎市民却没有看到飞机 至此巴黎市民人心惶惶 一论是否德国人已攻入了巴黎 而法国的特工在靠近法德边界的 克雷比发现了德国的一种远程大炮 并确定轰炸是从这里发起的 但当时普通大炮的射程 最远不过120公里 而克雷比距离巴黎120公里之遥 特工的报告被指挥部认为是无稽之谈 可事实上 攻击的确是从那里发起 使用的则是德军最新研制的秘密武器 威廉大炮 因炮击巴黎的尾纪 后更名为巴黎大炮 这种火炮口径长 210毫米 深管径达到了惊人的36米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炮 而131千米的射程也是一战之最 管炮长度与口径的比例 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172倍 相较之下 约40年后出现的 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巴巴多斯大炮 也才85倍 除了巴黎大炮 德国又有哪些惊人的武器呢 而德军在战斗中使用的超级大炮 也并非个案 二战的卡尔旧炮继承了巴黎大炮的一波 一次世界大战后 法国意识到 施里芬计划突然袭击的威力后 修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马奇诺防线来防御德国 而自希特勒掌权后 德法开战势在必行 鉴于当时各国陆军仍以防护力强大的要塞作为战略据点 尤其是马奇诺防线这类大型要塞 为了能够用火炮击穿并且摧毁马奇诺要塞 希特勒下令进行研制一款超重型火炮 火炮被命名为卡尔旧炮 由弹道工程师卡尔贝克将军研制 金人的600毫米口径使其成为有史以来最大口径的重型旧炮 总重124吨 弹药重量在1.25至2吨间 是重型的攻坚力气 1941年6月27日 德军的卡尔旧炮直接凭借质量砸穿了列布列斯特宝的防御结构 击败了驻守于此的苏联军队 1942年蓝色行动期间 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给英法联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号称是光不可破的塞瓦斯·波托尔要塞 在卡尔旧炮面前也像是一座玩具城堡 一发600毫米炮弹直接击穿厚达7米的混凝土 引爆了苏军弹药库 除此之外 德国还有一项被世人所熟知的武器 究竟是什么呢 除以重炮痛击对手 纳粹德国还生产过一种外观奇特的飞行器 一种名为别龙踩圆盘的飞行器 曾给予盟军飞行员造成巨大心理压力 1943年9月 美国第八空军集团军 以空前规模的700架重型轰炸机 去轰炸位于德国施瓦因福特的 欧洲最大轴承场 战斗空前残酷 双方损失巨大 令人惊异的是 在轰炸进行时 轴承场上空竟突然出现了 一对闪光的大型圆盘飞行物 在盟军飞行员猛烈的火力下 这种圆盘飞行物 竟毫发无伤地垂直腾空 飞离了轰炸区 消息传回总部 引发了盟军高层不安 因在战争期间 双方依赖空中能力 如果没有地方起飞 世界最好的空军编队 也无法发挥效用 因此炸毁敌人的跑道 是反制的方法之一 如果德军的飞行器 不需要任何跑道的飞行器 这或许会改变战争的最终进程 维克多·绍伯格 是这种类似UFO飞行器发明人 他在奥地利出生 从未上过任何大学课程 最初的经历 与日后发明纳粹飞碟也毫无关系 绍伯格非常崇尚自然 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许多发明 都持批评态度 认为它们违背自然规律 具有破坏性 如有意的枫树种子 能像降落伞一样 界势飘得很远 而人类的螺旋桨 只能粗暴搅动空气 当旋转时的动力 转化效率很低 阻力的增加 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 非但不自然 而且相当低小 绍伯格通过许多观察 总结出了一套水漩涡理论 在该理论中 水漩涡间可以互相影响 从而产生更多的力 在相反的情况下 则会产生一种 与重力对抗的抗磁力 1934年 这份作品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 他让绍伯格加入 赫尔曼·葛林主持的 施里弗·哈伯诺尔计划 去研发扭转战局的秘密武器 绍伯格被要求研发一款 不燃烧任何燃料的 新型悬浮飞行器 1938年 纳粹高层又命令他 建造一架 用漩涡发动机的原盘型飞机 既要能精确悬停 高速飞行 又要移动方式 要与所有现代飞机不同 1940年 绍伯格创建了 第一个原型人造飞碟 该原型运用水漩涡理论 在原子水平上开发低压局 这类似于在飞行器中 制造一个可控的龙卷风 通过龙卷风 来实现水漩涡理论中的 抗磁力抵消重力 实现悬浮 不过 由于风扇叶片 损耗了转速和能量 这个原型虽然能在空中悬浮 但几乎不能移动 有时 甚至撞穿测试机库的屋顶飞上天 这次失败是受到短期监禁 但因它的另一项 无声潜艇的发明而被释放 释放后 它才完成了一个名为 V-27的新型反重力装置 也就是后来 美空军看到的 奇异物体 别龙踩圆盘 在1944年11月到1945年4月 V-7飞碟机升空作战 多达415次 被称为球形闪电 当盟军对飞碟机时而单击作战 时而多击出击的战术 感到十分困惑 德军于是将计就计 把球形闪电 故意和其他两种型号的 叠形机混淆使用 借以迷惑盟军的情报机构 以及盟军雷达 而另一种则经常突然 快速飞到盟军轰炸机附近 以恐吓盟军轰炸机上的飞行员和炮掌 使他们心里恐慌 神经衰弱 乃至精神发疯 到1945年 盟军中有传言 传言说 别龙踩圆盘可以在不到三分钟内 达到1300英里每小时 达到4万英尺的高度 并在上升时 也发出了蓝绿色的光芒 并留下了银色的光芒 更荒诞的传言有说 希特勒曾接见过外星人 而别龙踩圆盘则是对地外文明的逆向开发的产物 不过 随着纳粹的灭亡 有关圆盘的大部分工作记录 设计草稿和原型机被紧急销毁 美国人曾对邵伯格进行审讯 要他交出别龙踩圆盘的图纸 但邵伯格选择带着图纸进坟墓 除此之外 德国人还有一项更为强大的武器 这件武器又是什么呢 在战争后期 纳粹的颓势尽显 希特勒想通过寻找圣经中的亚利安人神迹 圣碑与命运之矛 通过时空倒转的方式回到过去扭转战局 但这当然无法找到 但有一种说法认为 纳粹忠视希特勒要制造的现实版的圣碑 命运之矛 不过现实版的圣碑却在紧锣密鼓的研发中 因外表像中 这种秘密武器被命名为纳粹忠 高2.7米 底部直径约4到5米 其主要运行方式是两个圆柱形气缸 沿相反的方向高速旋转 整体运行方式类似飞碟V7 但与V7不同的是 纳粹忠又被称为死忠 曾在运转过程中 使一定范围内的人 动物 植物 全部脱水死亡 美国探索类节目上曾披露 这种情况的形成是因为 纳粹钟里 由一颗有一种高渗透性的材料制成的金属核心 里面充满了高密度红色 不明液体 猜测是一种和水银类似的放射性物质 这种物质及金属核心能在磁共振的作用下 瞬间引发极强的电磁射线 从内部产生物理反应释放大量的伽马射线 威力足以毁灭周围的一切 曾有七位德国科学家在测试纳粹中的过程中死去 幸存下来的人则回忆说 当时自己有眩晕感 皮肤发麻 嘴中有厚重的金属味 湿液平衡感破坏 身体中的水分蒸发 极度口渴 而纳粹钟的漂浮或许于早期的纳粹飞碟原理一式 通过在飞行器中人造一场龙卷风 足够强的空间旋转 可以弯曲周围的空间 扭曲越严重 涉及的空间范围越大 具体在著名科学家牛顿的水桶实验中可以得到体现 用绳子吊着水桶将绳子拧紧之后 缓缓地往水桶中注水 将相对静止的状态称为A状态 当我们松手后 之前拧紧的绳子开始自然旋转 就如同魂筒洗衣机中的水面一般 整个水面呈凹陷状 此时称之为B状态 相对而言 这两个状态下的水以及桶都是相对静止的 其中A状态的水面是平的 而B状态水面却出现了凹陷 也就是说 在绳子 桶都保持相对静止的情况下 水面的凹陷就是重力分布不均的结果 空间相对而言的被扭曲了 能扭曲空间也就可以扭曲时间 纳粹中就是依照这个原理 希望纳粹中的综合作用实现穿越时空拯救战局 总体而言 纳粹中的发明蕴含了神学 理论科学两方面 是在局势极差的情况下的 一种纳粹精神寄托 它超越科技也超越想象 但是并没有改写时间 也无法拯救纳粹的败局 多年以后 现代美国撒罗科学研究机构 对纳粹中进行了复制 证实了纳粹中的重力反电动式存在 具有时空扭转的效应 德式武器虽象征着那一时期 世界军工技术的尖端成果 但其中也有荒诞不惊的产物 无论是形刺UFO的飞行器还是纳粹中 都带有纳粹对超自然力量幻想的投射 如希特勒本人相当痴迷于古代神话 占星术以及黑魔法等神秘事物 同时深信古希腊神话中的极北之地 是雅利安民族开端 那里现在依然生活着最纯净的雅利安人 他们具有超人的力量 他相信耶稣是雅利安人 相信最后的晚餐中的圣碑 以及刺穿耶稣身体的朗基努斯之枪 能改写时间扭转战争最终的结局 但依靠武器装备达到扭转战局 逆转时间的努力最终失败了 雅利安人统治世界只是一场虚幻的梦